减连如火如荼的侦办金华城的荣基弊案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是第三度以证人的身份 传唤前北市都发局长林周明来作证 为的就是要来巩固彭震生还有柯文哲 涉嫌土力威京集团的相关市政 另外也传出要在下午的时候呢 他们会提训北市议员应小威 而这也是第四度的提训 不过整个金华城弊案都还没有结束 柯文哲在任内的北市科案件呢 现在也被爆出是亲自来主持会议 疑似有土力星光人寿 另外还有什么 还有木可的相关金流问题 也被周刊踢爆 柯文哲坚称他不知情 但是他其实都是有掌握的 更是民众党资金的总操盘手 另外可以看到民众党前幕僚吴静怡 他就分析了 这个柯文哲啊 他总是满口的谎言 喊公开要来瞧 不过最后呢 他都不录音 如果之后北市科案件是查出相关的金流 一定会比金华城案更惨 那么前立委郭正亮他也说了 北姐如果是来起诉柯文哲图利的话呢 目前金华城案件是已经收押了五名的被告 最终如果是起诉了柯文哲图利 那么接下来如果是裁定中保的话 柯文哲是否会拒保搞不好会有政治动作 那么时事评论员黄毅中他也分析 柯文哲以前是给人了一种酷吏的形象 过去的员工现在变成了柯黑 为什么全部人都要离开他了 那么在整个事件 从金华城弊案到北市科弊案的这个过程当中 事件一件一件曝光后 大家现在也都懂了